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时间了 用无限射陷 是吗 光线绝招对他没用 糟糕了 快来 本来以为我会更有骨气一点 原来这么不开一击 看来是我高过你了 你去死吧 这 刚才分心啊 不过杀你这种莫色 我随时都会取你心灵 我就先留你一条小命 您要做按计量 不 través然后是确有哪个花 你的不象 Win 将来自国内心的按计量 太上了高终于的是柜 太呆环绿 太阳我建议 宣申习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在呼唤着我 应该不会是那个反射星人 在叫你吧 不是 一道诸岛南端 黑湖岛 在怪兽频繁出没期 被黑吉拉斯与红吉拉斯 这两大怪兽所集成 是个岛民几乎无一幸存的 悲剧之岛 往这里 就在这附近 大家小心 那里有人 他是在扫墓吗 是啊 我在地球最初的那场战役中 无法守护这座沉默的岛 最初的战役 所以 才让许多的人为此牺牲 这里是我一生 无法忘怀的地方 原来就是你 在呼唤我吗 没必要死 上次见面是在光之国吧 你为什么会来地球 为了要和你战斗 我怎么可以跟你战斗呢 你连反射星人都赢不了 所以也会输给我咯 你不要看人不说话 就得穿剑齿啊 未来 他是什么人 他的名字是 雷欧 是咸蛋超人雷欧 没必要死 来吧 我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但感觉他斗智激昂 你就陪他打吧 有我们陪着你 好 啊 啊啊啊啊 哦 不拿出真本事 小心性命不保 kaf neces 啊 是雷物飞蹄 是雷雷 蔚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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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说你 你不也是贤带超人吗 你给我说清楚 否则我绝不饶你 太过依赖武器 会让对方有击可撑 最后还是只有自己 才最可靠 可靠 自己 虽然我仍在远方执行任务 这地球对我而言 算是第二个 不 是我真正的故乡 故乡 我刚才是在测试 能不能将这个故乡 托付给你 虽然太郎哥哥好像答应了 但我不答应 我不能把地球托付给你 你说这话也太自私了吧 地球一直 只有我们跟它一起所保护的 以后也绝对不会改变 但是 贝维尔斯输给了反射新人 也输给了我 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 你们几个的战斗 是非赢不可输不得的战斗 连这种事都不懂 还好意思说是贤弹超人 说什么大话啊你 请你住手 贝维尔斯输给了我 你都不会不甘心吗 可是 贤弹超人雷鸥他说的没有错 你那是什么表情 那眼神 那泪水算什么 你流那些眼泪 就能够拯救地球吗 有种就去打倒反射新人 这样一来我就把地球托付给你 根据MAC文件的记载 贤弹超人雷鸥 曾经输给外星人和怪兽好几次 那么 是谁打倒外星人跟怪兽的呢 当然是雷鸥 大部分的情况雷鸥他会再研发出新招式来挑战 并赢得胜利 即使输过一次 下次也一定会打倒对方 意思是 他以前也经历过许多殊死斗 可是我记得当时的防卫队 没错 遭到敌人的袭击 而全灭了 就算这样 他还是战斗到底了 对了 他说地球是故乡 原来是这个意思 贤弹超人雷鸥 诞生的故乡 已经全灭了 所以现在雷鸥他 只剩下地球了 跟我不一样 我还有光之国这个故乡 或许雷鸥救世 将孤独转化为战斗的力量 他正是抱着这种觉悟 在守护地球 才能大声说 其他人的星球是自己的故乡 刚才我们态度这么强硬 但是我们 真的有这么大的觉悟吗 有抱着这种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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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到现在吗 未来 现在的你 不 我们大家还赢不了雷鸥 是很正常的 但是 就和以前的雷鸥一样 我们也不过 才输给反射新人一次而已啊 没错 我们不会再输第二次 我们的战斗 是绝对非赢不可的战斗啊 但是 光线已经行不通了 这你不用担心 雷鸥已经教你 该怎么做 才能达到反射星人了 反射星人的身体 是类似导电体多层劲的结构 也就是说 它不会吸收光线 但是 如果是雷鸥飞踢 所以它才直接动武啊 还真够呛的 但是 雷鸥的身体能力 比方说垂直跳跃力 可达到离地表一千公尺 雷鸥飞踢就是将它的身体能力 发挥到极致的技巧 未来的飞踢能否发挥 这样的破坏力还很难说 亲自尝过雷鸥飞踢的我 非常清楚 我的飞踢 并没有那种破坏力 我懂了 所以雷鸥他 才留下了这个啊 他不是说过了吗 最后还是只能够 依靠自己啊 这发展真是称了热血笨蛋的意 你刚才有说话吗 没有啊 好 未来 马上开始特训吧 我也会帮忙的 请等一下 这衣服上面 有雷鸥在地球流过的汗水 将孤独转化成力量 所流的汗水 现在我明白了 什么叫不依赖别人的力量 让我一个人试试看吧 被人试试看吧 男人一直都是孤身奋战 和自己奋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子根本不行 阿龙 你的进展怎么样啊 我看你 好像还挺努力的嘛 但是 这种程度根本不够 我没有避免雷乌的身体能力 想要拥有跟雷乌肥体同等的破坏力 总是差那么一节 我想所谓的不去依赖别人 并不代表你可以让我们担心哦 不过 其实是我自己要担心你的了 搜集了这么多啊 有了这么多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生火了 生火 生火 没错 说到生火你就会想到 烤番薯啊 蔚来 你没有吃过对吧 很好吃哦 蔚来也一起吃吧 忘记火柴了 我去拿 等一下 没有那个必要 你看着啊 阿龙在做什么 哦 他那个样子啊 是用摩擦生热来起火 未来 我想你可能不知道 很久以前的地球人 就是这样子生火的 点燃了 阿龙的手真巧 好啊 这算手巧吗 不过还真厉害 好啊 点燃了 蔚来 怎么了 再吃一个啊 谢谢 是我 发生什么事了 凡射星人出现了 在那里 岂友不破的样子 真够讨人厌的 我要去 你要去 是 你不是说还差了什么吗 让我去战斗吧 让我去战斗吧 那我们帮你掩护吧 那我们帮你掩护吧 文杜今天 请让我一个人 跟他战斗 好吧 只准人 但是不准输 我只上一次 留给你的那条命了 是 用光线胡销 就想用飞踢攻击我吗 只是呢 消灯 这 上班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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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兰 你很厉害嘛 什么时候学会那招的 竟然让我的神迹受伤 在这边 可恶 我想你应该不会抛弃这些小龙吧 只要你乖乖的他们就能活命 不要管我们 没错 快等等买射新人 现在超人雷欧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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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了這兩次的一步 就在一步的模式上 是我的手掩飾 捉住手的一步 在一步上去 在一步的模式上去 在一步上去 再一步上去 像一步通過的一步 能不能再進去 好 都長江南 野天 都能 还 important 一切 影 已经 以后 毫无人 呵呵 Wirk Whoooo mel мног purity 谢谢你的帮忙 这点小事何必道谢呢 是你告诉了我 我应该做些什么 刘哥哥 我一定 会把地球 好 你值得 不 是你们值得 让我放心 救出我的故乡 我保证 交给你了 没必要死 是蓝色的闲店冲人 原来她是侵略者 竟在破坏这个城市 我们要让秦泽前队长 接受总部的监视 在里面的那个人 并不是贱 他是以前 该是撞片的队长 让他再一次回到战场上吧 下一集 群青的光云影 去 我们下庭的红队长 我来到谁 来到这一期 对 对 爲啊 我好下庭就能拿下来怒